中国文盲皇帝,一生只留下二首诗,一首仅三句二十三个字,却成千古绝唱。 中国历时五千年,诞生了许许多多的朝代。 同时也留下来数百位皇帝,有的为圣贤明君而轻使刘明,也有点专制无道随意杀戮臣民而已冲万年。 而今天为大家讲的是位出身农家的皇帝,他奋斗了半生最终成为了九五至尊,其人生作的一首诗更是成为了千古绝唱。 自秦汉以来,中国有五百多位皇帝,其中刘邦,成吉斯汉,朱元璋三人,被公认为没有文化的皇帝。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,朱元璋一生作了三十多首诗,有几首很有名气,比如《勇菊》,至于看高祖刘邦,一生仅作了两首诗,其中一首却成为千古绝唱,这就是大风歌。 看高祖刘邦,出身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,而他却不喜欢干农活,对读书也不感兴趣,整天到大街上瞎溜达,不仅乡里人说他不务正业,就连父亲刘太公也码他为无赖。 后来,他成为似水亭厂,其实也就是一个芝麻大的小官,权力很小,俸禄也极少,加上他喜欢结交朋友,基本就是月光族。 因是农民出身,所以汉高祖刘邦其实是个文盲。通俗点来讲,其实他是不实责的。 但既然当了皇帝,好歹也得有点文采吧。 于是当了皇帝之后,人家决定好好学学习,但是对于学习这件事来说他觉得太枯燥。 于是其一生,只创作了一首诗歌,那就是大风歌。 这首诗歌是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算是一首完整的诗词,它只是刘邦依锦还乡的时候,在宴会之上吟唱出来的,被人记录成诗。 诗歌全文如下,大风起西云飞扬,微加海内西归故乡,安的猛是西手四方。 诗歌的第一句是启星之句,象征意味非常的明确,这是对刘邦一生的高度概括。 风起云涌,云卷云珠,人生的变化也是如此。 刘邦从一个小小的亭场,到后来成为建立大汉帝国的汉高祖,中间扫除群雄,建功立业的过程,就像这风云之势一样,变幻之快。 第二句是炎智之句,这是刘邦言自己的志向。 自从那一次看到出群的秦始皇的时候,刘邦就将一统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志向,她的人生志向已经实现。 回想自己白蛇奇异之时,是那样的弱小,在自己身边人的帮助之下,开始逐步地发展壮大起来,并为项羽于该下,最后取得楚汉争霸的胜利,建立了不适之功。 自己的人生志向得到了实现,如今一己还乡,毫不超快。 第三局是对人生的感悟和体验,虽然自己已经平定四方,一统这天下了。 但是昔日一起战斗的袍则,反叛的反叛,战死的战死,我该从什么地方去找寻优秀的将领来给我镇守四方呢? 这是一种感悟和警示,这表明刘邦并没有满足于自己所取的成就,她意识到了首页要比创业难。 再后来,很多文学家都对这首仅有三句的诗进行点评。 认为这首诗歌的格局很大,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而创作的。 所以这首诗成为了千古绝唱,后人也很难再写出如此恢红大气的诗篇。 毕竟这样的胸怀也是难得的。 每一千 我们来若董 现在没聊醒 别想撼 金